柏友跌倒怎么算好?妙计秘诀齐齐数 这是香港老科基金会柏友的防跌教育短片 我们来到第三集 是提升走动稳妥的装置 我是欧阳淑然博士,是注册物理治疗师 防止柏友跌倒是很重要的 每年有五成至七成的柏友会跌倒 除了外在环境因素之外 内在的原因包括肢体僵硬、肌肉武力 他们的平衡反应也迟钝了 还有六成柏友跌倒是因为冻部或僵部的出现 什么是冻部或僵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 这位柏友在走路的时候 突然间脚就黏着地下 这个就是冻部出现的时候 冻部也影响他转弯 令他的脚提不起 其实是会影响他的平衡的 柏金顺症令患者的肌力减弱 部分的肌肉张力也增加 长远会令到柏友的姿势改变 有些会变得寒背 头会向前傾 这样身体的重心就会偏向前 有部分柏友就会把身側到一边 这样也会令到身体的重心偏离中线 这些姿势的改变 令到柏友在活动的时候 平衡更加吃力 肌力的问题也都令柏友的平衡反应 变得又迟又慢 当他们重心向后移或摇晃 便容易失平衡 而柏友走路的时候 脚没有充分法力提起跨步 走走不平地面的时候便容易踢脚 在什么活动情况 柏友是容易跌的呢? 转弯的时候出现了动步 便令柏友容易失去平衡 当柏友进出狭窄的通道 而时间又紧逼 例如出入升降机 过马路 动步便很容易出现 引致柏友容易失去平衡 另一个容易出现跌的情况 就是当柏友要转姿势 例如走去座位的时候 未到达之前便出现了动步 但上身的重心继续向前移 这种情况便很容易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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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便是未曾将重心移 足够向前到脚掌的位置 伸直了腰 伸直了腰 于是重心仍然在脚后面 所以便等到一张椅子上了 柏友站住 同时又兼顾另一个动作 例如举手举脚 亦是容易引起跌的 当他举杯喝水的时候 身体的重心便绑在后面 但腹肌和脚的肌肉 便不能及时作出平衡反应 于是便容易引起跌了 站住着褲 亦容易引起跌的 有什么装置或设施 是可以提升柏友的走动能力 从而减低他们跌倒的风险呢? 先讲下运用提示的方法 包括视觉提示 听觉提示 以及触感提示 作用是引导柏友继续迈步向前走 以及增强他们专心他们在做的活动 帮助柏友走动的视觉提示 可以是画在地上的明显线条 线条和线条之间是30至50厘米 是接近柏友步幅的距离 研究显示 这种提示是能够引导柏友开步 或者在动步出现的时候 帮助柏友继续迈步向前 或在门口的线条 也可以是提示柏友跨步的 投射到地上的雷射线或激光 都是一种有效的视觉提示 能够引导柏友跨步向前走的 而雷射线也可以同手像结合 成为可以发出激光提示的起步引导像 起步的时候要先将手像往前放一步 将注意力集中在激光上面 提起脚 并且踏于激光上面 听角提示是指折拍有力又明快的声音 例如拍子机、扫拍子或者有节奏的音乐 而研究证实 折拍大过柏友步速的一成 是有效的提升柏友行路时的步速和报复 帮助他们开步和防止动步出现 治疗师以扫拍子来做听角提示 看一位柏友听着拍子是走得快点的 记得这位柏友吗? 他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 脚一直都拿不起 走得非常吃力 听着音乐的节奏 你看看 他的步伐就变得轻松明快了 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团队 发明了一套智能穿戴系统 能够帮助拍友即时改善他们的步态 这套系统包括一对智能鞋箭 里面有五个感应器 这些感应器能够收集步态信号 然后透过蓝牙就相信到穿戴者的手机 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即时运输暴态数据 偵测穿着这对鞋箭的拍友 究竟是暴态正常 还是出现了动暴 这套智能穿戴系统 这套智能穿戴系统 还包括一对能够发出听角提示的蓝牙耳机 以及发出铝射线作为视角提示的铝射线盒 可以安在拍友的鞋面上面 或者是蓝在腰间 当个动部讯号一偵測到的时候 手机的应用程式就即时啟动了这个听角和视角的提示 当手机程式啟动了个视角提示 腰间的雷射线盒就会投射一条雷射线在地上 引导拍友继续向前走 动部讯号也能即时启动有力又有节奏的听角提示 第三类触感提示 就是运用振动来刺激皮肤的触感神经 这位拍友走路和转弯都受到动部困扰 但是他将一个能够发出微震动的仪器贴在空前之后 走路就变得畅信治愈了 否刺拍友做危险的动作 也可以用方法提升他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 跟着拍友未走到正座位面前就坐的危险动作 我们可以在座位面前画一个标字在地面上 就可以吸引拍友的注意力 让他们走到目标位置然后才坐 而防止转弯的时候出现动部 拍友也可以运用想象力 想象在地面有一个时钟 转弯的时候就可以跟着时针的转动而踏步 拍友也可以运用一些辅助工具或装置 来保障自己走动安全防止跌倒 支撑不够力的肢体 拍友可以运用手杖或座步架 而座步架如果前面有轮 或是有手杀制的有轮座步车 也是能够帮助拍友向前走 如何选择合适的手杖或座步架 除了咨询治疗师或是专业人士 拍友也可以参考以下的原则 手杖用的物料要够实正 能够支撑承受一定重量 手柄又要珠色 以及要留意有合适的防滑 如何定义手杖或座步架的高度合适呢? 首先拍友站住的时候 挺直腰背,手隧身边 手杖微微弯曲至大约30度 手杖的高度就是手眼或手柄离开地面的高度 在床边安装坚固的扶手 拍友就可以参附住 由臥床的姿势坐起身 然后站立 在浴室和厕所安装扶手 是有用的防滑设施 让拍友可以在转姿势的时候参附 而扶手的位置 是以方便拍友法力参附为原则 一般来说 扶手是距离地面的80厘米 而扶手的转弯位 就在座次的前端大约20厘米 而帮助拍友安全地进出淋浴间 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扶手也是很重要的 如何的座椅是让拍友容易站起身呢? 关键是坐于座位的高度 拍友坐在这里的时候 膝关节弯曲是不少于90度的时候 拍友身体的重心便容易向前移 直到双脚的上方便容易站起身 至于做一些举动是容易分心 又令到重心摇晃的 最有效的防跌方法 就是采用安全的姿势 例如坐在这里才进行这些活动 除了用合式的辅助装置 拍友防跌也需要操练运运动和动作 去保持根基尤人 增加肌力 改善平衡反应 和促进活动的姿势 接下来第四周第七集 会有介绍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